也有人说,其实测试应该是Cine Engineer,这都是可能做的,实际工作,都是开发做的。 我不同意。 可以这个,可以有的。 我跟你讲,我那个团队里面是专门做,我们是Platform Infrastructure,我们有两个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统毕业顶尖的人,在那做,就是做Performance。 我们不说特意,我们就是一个加纳网人,我们看多伦多的培训机构, 海底公司的培训,包括Victoria这些地方,他们这个培训机构里面,QA一般从来都是最快,流水线般的生产,一个月两个月就出来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真正的水平,我们不能说某一个团队就有,那你总是拿车里,我总之会拿。 但是我们看一个general的情况,实际情况,大不大就没。 所以,研发往往是最重视的,除了问题,研发的时间在不断的资源,在不断的投入,时间在不断的连长。 Build的时间,你很难压缩,因为它是机器在Build,原来一钟钟Build完,我说30秒,你机器不完,机器不完,你也没办法。 Release, Delivery,时间也很难压缩,我说我从北京出拆到广州,却要飞三个小时,你说我一个小时多飞过去,飞不过去,对不对。 实际在整个项目中最容易被压缩的时间,不就是测试。 现实应该是在开发阶段吧,现实在开发阶段吧,是因为毕竟release是定期release,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前期的需求,你会把你的前期的开发第一部分需求拖到下一个release去,实际上现在更多压缩的是在开发阶段。 好,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就算是开发阶段被压缩了,那么就真的保证了测试阶段的足够的时间了。 那有看你这个整个team的这个development quality,对不对。 如果好的话,那你后面再做一些onformation,可以很快的,每天晚上都比你更快。 这个是很犯,我们讲的是传统情况,因为我们是要讨论的是development quality,如果假设我原来开发定的是一个月,那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我开发不完,我捡功能,对不对,这个是很坦白的。 但是你认为是给他一个月,你不会说我开不完,我就捡了15天嘛。 对啊,但是你要test不过,你绝对上不了线吧。 测试我原来也给一个月, 如果前面有任何的原因导致时间不够,你不会检查到这一例检测时间。 不会,不关系,不会,不会。 如果是我们定的,定这种研究标准做release的话,你test过不过,是你能不能上线的一个唯一标准。 那这个是把整个时间打厂。 没有,但是我们要看软件周期,我们看生产周期,我们必须要怎么去看,我们不能排除掉这一点。 对不对,然后在我的观点里面,development实际上来说是应该是从公司讲的来说,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解决, 因为分不同的组织去做debubbing,做testing,做release,做operation的这种解决方案。 因为企业是要检人的。 现在我认为DevOps是为了最终的企业实验这种方式,通过automation也不就为了检人吗? 检不检人是次要活根的。 因为所有你这边检的的人,其实你增加了其他的使用。 是,它是一个相对的,因为它只要通过某种方式,我不管起的最终的怎么样,它通过某种方式去变更它的方式来说的话,它给自己找到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点,去跟上部所领导交代一个点。 其实你说的我们检功能,但是无论如何这功能也是要实现的。 你如果原来两个square做完的事情,因为检功能那你要规划三个square,你的总体时间还是比较长。 它是推到下一个release,它就无论下它的位置了。 推到下一个release不是时间吗? 是啊,你的意思。还是两个。 你的总体时间假设是一个月,我第一个选择时间,第二个选择时间,三个选择,你玩不长时间,你当然要加时间嘛。 你还是把堂堂时间加长。 但是你态势一定要被剪。 如果你的总时间,我就是一年元,你必须无论如何所有的东西都要出去。 那你剪哪里的事情? 你剪哪里的事情? 你剪哪里的事情? 实际上最终玩的时候,你时间长都剪不了。 你现在只要墙上看,它尺寸许许,吃饭是一样。 食杂醋也是一样吃。 很多食物都要抱怨,它越来越广告的。 你现在很蒲老婆的脑袋就粗工也因为缠乱托。 你这个人还没有缠乱托。 很平息,你这个人都可以再再试。 他们在墙上海外外面上。 所以我们说看只要大脚就散播。 所以我们说等待大多时间,就是谄私。 嗯,那就是谄私。 所以在新的方,新的这种环节里边, 为什么刚才第一幅图只有dev up 我觉得它还缺少了一些环节 其实它应该把整个每一个小Squad里面 它的测试 发布 运动员全部都要放在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敏捷里面 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设置到 敏捷我们讲这一个功能开发完 上去一个演示就简单的结束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敏捷的一个小Squad里面 没有真正的重视到测试 发布和运动员 特别是定位 在哪一个时光你们谁做会运动员 很少 很少 可能有 不要又有特别有人跳起来 我今天会跳过来 所以在传统的模式里面 DO是分离的 这是最传统的模式 从开发交给QA 交给生产 今天我们上班礼节 我们把这两种墙 打同一个运动员 靠出一些测试的 以及小问题 发布 Devlog 它要连生产发布 也包括进每一个Squad里面去 那这个问题 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会导致一个 那我每个Squad里面要完成的问题 要解决的问题就少了 因为时间总体是有限的 我原来做两件事 你先要我做三件事 那我只能压缩另外两件事的内容 那是不是会不划算 会不会造成总体的时间的延长呢 其实这个并不会造成总体的时间延长 为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就有 就叫做运为问题的左移 什么叫运为问题的左移 如果我们在之前不考虑发布和运营 这些问题它并不会救美 这些问题最后全部会被堆积到最后总的发布和运营 然后问题会在最后总的保护 你仍然要花时间在最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化着为零的将这些问题移交到开发的过程中间 这就叫运为问题的左移 这些问题物质不密 它的总体时间仍然是一样的 你自己假设有一个fundamental的 assumption 就是说什么呢 你的生产环境和你最后的运营环境是变的 没错 如果它是变化的话 你这个减不了它 没错 不不不不 这个我当然有 不能百分百的减少 但是尽可能的减少 对有这个可能 因为什么 因为假设你的生产环境在变化 你这一次左移的这个环境和下次走移环境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这次走移 不出现问题 并不意味着你下一次的测试就不出位 同样的问题 它可能会出现问题 每一次运营的环境发生变化 它都会反映在最快的这个时光 所以使得产品在发布的时候 就能够尽可能的贴近你最接近的一个环境 嗯 对 我再把这个图题再延伸一下 对不起 那时间 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生产环境 都不是在你自己内部的控制方案内 你用了很多是外部环境的东西 尤其是外部 service 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上 你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担负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的consequence 嗯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 就是说在整体的 你本来可以不管 你等它stable了以后 你再去做 但它没有stable 你就trimetually 就是把一个环境引进来 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外部环境的不可控 和这个讲设之间是有一个比较上去的 外部环境的不可控 我就更准确地叫不可百分百可控 对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 仍然是可控的 假设说我有十件事情 有五件不可控 有另外五件是可控的 要尽可能地加它做 而不是在另外 你实践全是不在最好结尾的总体保管 那么这个下面一个问题 当十个项目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做 你的这个就变得越来越多不重 因为十个项目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也就是说每一个项目它在 deploy到生产环境里 它都可能导致生产环境的变化 这种变化它 对它总是会 这个就讲到另外一个技术细节 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 模仿生产环境 对 这个问题在没有Develop之前 是谁 或者 我们说是测试部门 对不对 但是测试部门真的有能力吗 这就是现在最浪漫 所以Develop 这里还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Develop它还确实真的对测试环境 是要不得 真的我们做Develop 包括微服务 包括Docker 这些东西 我讲的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软件研发人员 你这个产品用不用微服务 对于我功能能不能实现是没有绝对影响的 我有不同的方法也能实现 因为微服务也能实现 那微服务 对于我一个 如果我是程序 就是一杆经验 Coding的一杆经验 对于我来讲 有什么好处 你掌握公司吗 对不对 那么谁 都以这个问题特别关注 我只能说 最起码的不是一个好的程序员 这是另一回事 你看了只是自己这一块 但是你没有从客户的那一端去看这个问题 好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我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可以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过你 但是它不是我的核心业务 你的核心业务就应该是客户 不对 你作为一个产品你卖不出去 应该说评论上来讲 你应该那么做 实际上你的这个incentive structure 你涨工资 你升职 是怎么评判你 你不是做的 你不是做的 你现在我在讲 对 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讲理论 理论上要讲多高大上都可以 所以 我觉得DevOps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DevOps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DevOps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DevOps它关注 你发布出去总是会有问题 所以我从DevOps的角度上 我会对architecture提要求的力 你必须按照符合微服规范 你必须满足Docker发布环境 为什么因为pain在我身上 对不对 pain在谁身上 pain不在这些coder的身上 在DevOps 在support的身上 因为我只是support 这个DevOps就是解决一个责任的问题 对 责任就是两个问题 对 这就是问题 应该做的事情和实行会论 我看这个DevOps这个概念 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就是 用分田到户这么一个概念 以前怎么回事呢 以前的BA那些 以前不太好 这个异显的概念 所以DevOps我们讲 红俊基本的概念 一个比较 Basic的文字 他有一种分析成为 你要把铜骨开发项目抓进去 这个可能在基础一点 也就是安装一些工具软件 使用下来 你看 他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知识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向的知识 他要重向 把不同的城市的资源和知识 整合在一起 这个是怎么讲 就是其实很多的就是 我们经常说的 部门墙 打破的部门墙 这么一点 有点大 所以DevOps 它是从全局的视角来看 认为 而不是像每一块专业 从自己的视角去看 去看认为 否则就会产生 我们这样弄得很激烈的 开发人员怎么看 这个事情 认为人员怎么看 认为人员怎么看 他们从自己的视角去看 最终就会产生 所以从 如果我们从 如果我们从 将一个事情 提升到全局来看 那它就必然会设计到 组织结构 设计到全线化 那这个里面就 实际上就上升到 一个高度上升 就是 其二五化 所以DevOps 为什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就是因为DevOps 在运行过程中 产生 要解决生活 好 那我们现在 接下来看一看 DevOps 给企业到底 会带来什么东西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百度 在20 就是百度公司 在2011年 和2022年 他们那一年是 他们一个很关键的年份 他们就 在前面 实施DevOps 然后做了一个 前后的一个 的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看到 在01年的时候 从测试 到上线所花费的 这个时间 这个一年 和一年是一个比较 那这个数据 所以是不是这么 这么的大 我也有点 有点怀疑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既然他们敢把这个数据 放出来也是有一定的造型 就是说 在2012的前后 关于从提侧开始 一到上线 之间的缩小的 这个变化 还是相当的显著 然后总的 上线部署的时长 也缩小 大概缩小了三分之一 也缩小了三分之一 而且在总的上线时间里面 因为人工的部分 实施的部分 所花费的时间 和实施得到 所缓 以后的人工所干预的时间 也有明显的缩限 这个是海底公司的一个 这个是美国的另外一家公司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调查 而是取了这个若干加的这个海底公司 然后比较了一下 然后比较了一下 他们在 他们在 在 应该是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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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